我們上次講到一個東西喔 叫做算幾不等式對不對 我們的課本 他用了一個很奇妙的密集關係 來講這個算幾不等式 這個密集關係是什麼呢 我畫得不是很好 但是朋友你就將就的看一下 這裡有兩個正方形 一個大一個小 這兩個是相似的關係 就好像那個哆啦A夢有沒有那個放大抽小燈 把這兩個正方形把它靠在一起 這個大的正方形呢 他的每一邊的長度叫做根號A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 每一邊的長度是根號A 那這個大的正方形 他的密集應該叫做就是A嘛 對不對 然後我現在畫出這條對角線 所以請問你 這一塊黃色的這個密集是多少 就只有一半啊 所以這塊黃色的密集叫做二分之多少 叫做二分之A 對不對 那同樣的喔 這個小正方形 他的對角線 這樣畫過來 這兩塊三角形的密集會一樣 所以請問你 這一塊三角形的密集叫做二分之什麼 二分之B 對不對 好 那現在我要請同學仔細看 因為這課本有你只要看就好 我把這一段怎麼樣 我把這一段把它延長 這一段把它延長 然後我用紅色粉筆 把它的外框把它框起來 你告訴我 你看到一個什麼形 你現在看我這個紅色的粉筆 這個外框 我把一個形狀框起來 請你告訴我 這是什麼形 對 這是平行四邊形 好 那現在同學 你應該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三角形的密集 加這個三角形的密集 剛好就是我們的算數平均數 相加除以二 二分之A再加上二分之B 這樣可以嗎 這是兩塊三角形的密集相加的結果 然後這個平行四邊形的密集 平行四邊形的密集 平行四邊形的密集 就是底層什麼 底層高 國中有學過對不對 它的底叫做根號V 高叫做根號A 所以相乘叫做根號A乘B 好 那我先讓同學來看一下 請問你 是這兩個三角形的密集 加起來比較大嗎 還是這個平行四邊形的密集比較大 當然是這兩個三角形 加起來的密集怎麼樣 比較大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同學你看喔 這一塊是不是多出來的部分 這一塊 對吧 他們兩者之間的差異 是不是這一塊三角形 是不是這樣子 來 仔細看那邊喔 就這一塊三角形嘛 這一塊三角形就是什麼 就是多餘的部分 英文我寫一下叫Astro 就是多餘的部分 所以一般來講 當這兩個正方形一大一小的時候 請問你左邊比較大 還是右邊比較大 是左邊比較大喔 但是請問你有沒有可能 讓這個等號會成立 也就是說有沒有可能 左邊的密集跟右邊的密集會一樣 有沒有可能 有啊 什麼情況下 左右兩邊的密集會一樣 就是這兩塊正方形怎麼樣 一樣大的時候 當你把右邊這個正方形把它放大 這一個Astro的部分 是不是會越來越小 這樣你聽懂這感覺嗎 知道我在講什麼 懂不懂 了不了解 這個方法是我一個朋友想出來的 真的很厲害 你把右邊這個正方形把它放大 是你再畫那個對角線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塊三角形的密集就越來越小 直到這兩個正方形一樣大的時候 他們等號就會成立 左邊就會等到右邊 所以這個時候 我跟你講算幾不等次 你也可以從這個觀點出發 算數平均數 一定會大於或等於幾何平均數 什麼時候等號會成立 就是A跟B怎麼樣 相等的時候就有成立 這個在我們課本裡面有講 17頁16頁那裡 這樣好不好 這個你自己回去稍微再看一下就可以了 行不行 看一下喔 自己回去看一下 上次我們那個立體6有講過嗎 有嗎 有沒有講過 一點點 有講過啦 有講過的話 我們現在翻到後面來 來翻到18頁 18頁這裡我們來看他下面的水塘練習 這個水塘練習不錯 這個題目我們給他兩個讚 哈囉 我帶你看一下這個題目 他說有一個農夫 我帶你把這個題目破解掉 他說農夫想要用籬巴 沿著牆邊圍出兩塊香籬 而且大小相同的長方形田地 其中靠牆的一邊不穩 來把他畫起來 靠牆的一邊不穩 然後再來如幼圖所示 他有給你一個圖對不對 以致圍籬的總長是36公尺畫起來 圍籬的總長36公尺 好 求其中一塊長方形田地 面積的最大值 而他產生面積最大值的時候 這時候你的長跟寬 分別要設定為多少公尺 那這種題目其實很簡單 這種題目我們就假設 來 跟著我寫 X 叫做A公尺 然後他的寬 是幾公尺 是V公尺 好 知道我在講什麼對不對 然後我畫一下他那個 那個叫什麼 圍籬好不好 OK 籬巴 沿著 想用籬巴沿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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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粒的總長 OK 所以他的圖畫出來大概是這樣 欸 我看一下喔 大概是這種FU吧 畫的不是很好 再一次 好 來 同學請看我這邊 因為他講說靠牆的那一邊不尾 所以靠牆的這一邊 我們就不尾 這邊我就打X 怎麼了 我是不是有人叫我 還是我換D 來 靠牆的一邊不尾 然後剩下的部分 來 我們規定長是A公尺 長是A公尺 寬是B公尺 這樣可以嗎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會有 有題目說的什麼東西 兩塊長方形的田地 然後他只要問喔 他說其中一塊田地密集的最大值 他只要問其中一塊就好 好 那我想這個題目很簡單喔 同學我問你喔 題目有講 圍裡的總長度是幾公尺 36公尺 所以 2A加3B 來 專區寫上去 2倍的A加3倍的B 應該是多少 36 對吧 沒有錯啊 來 寫上去喔 OK 然後你要注意這個A跟B是什麼 因為是公尺 所以這個A跟B一定都大於等0 不可能是負的嘛 因為這個是長度 好 然後他這個題目要求什麼東西呢 他要求其中一塊密集的最大值 所以他是要求什麼東西呢 求A乘B 長程寬碼 求A乘B的最大值 好 我寫中文 問0是多少 而且然後他還問喔 當有最大值的時候 此時 你的A是多少 然後你的B是多少 這個題目其實蠻想考慮的喔 我等一下要告訴你這種題目怎麼做 來 這種題目在高中數學裡面 來 我跟你說喔 這個部分你把它框起來 來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核 來 這個叫核 好 然後同學 這個A乘B一把框起來 這個稱為叫什麼 欸 講話啊 這個叫什麼 G啊 有相乘的結構對不對 我跟你講 只要這個題目裡面 出現相加跟相乘的結構 然後這個題目問什麼東西呢 不管有時候是問命機啦 有時候是問周長 題目可能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去包裝他 但是這個題目總是要求最大值 或者最小值 我再講一次喔 題目裡面出現相加跟相乘 給一個要求另外一個的最大最小值 這種題目90%以上 通常跟什麼東西有關 跟算幾不等次有關 所以你看到這些關鍵字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算幾不等次 準備要派上用場 好 來 同學那問你什麼叫算幾不等次 算幾不等次就是相加除以2 來 相加除以2 2A加上3倍的V 2A是一國 3V是一國 相加除以2 一定會大於等於這兩個相乘在怎麼樣 開根號 所以會等於根號 來 2A乘上3B 來 這個叫算幾不等次可以嗎 寫上去 相加除以2 一定會大於等於相乘開根號 當然這個A跟B要大於等於0 不可以支付的這樣好不好 這頂頂大名的算幾不等次 你說老師那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超簡單 接下來你只要把題目的理智把它帶進去就好了 來 我問你 2A加3B是多少 36喔 36帶進去 36除以2是多少 18 所以這個地方你就會發現 根號的2A乘3B 這邊是6倍的AB 一定會小於等於36除2 這是18 這樣啦 這樣對不對 我這樣現在沒問題對不對 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同學問你 看到根號不喜歡 我們兩邊把它怎麼樣 你們小說不是都知道嗎 看到根號不喜歡 我們兩邊會做一個動作啊 怎麼樣 就平方啊 好 平方之後可以把功號拿掉 6倍的AB就會小於等於 18的平方是多少 問你中取18的平方 幫我算 幫我算 沒關係 算一下 18的平方 算一下 如果你沒有背你就算 18乘18 沒問題 324 324 很好 來 324 好 然後我們在兩邊同除以6 所以這個時候你看喔 我們的A乘B 就會小於等於 324除以6是50多大 54 哇哦 對吧 來 寫到這裡可以喔 所以同學我問你 A乘B的最大值是多少 A乘B會小於等於54耶 所以A乘B的最大值是多少 就54啊 它最大最大就是54啊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多少 就是54 這樣好不好 這個54就是你的什麼值 就是你的最大值啊 這樣子 非常好 沒有問題 好 那接下來我們當然要了解說 要怎麼圍才能圍出這個最大的命機 算幾不等次 什麼時候等號會成立 什麼時候算數平均數會等於幾何平均數 什麼時候等號會成立 很簡單啊 我上次有講過 算幾不等次等號成立的時機 你告訴我 等號成立是什麼時候 就是切什麼 欸真的講過啊 等號成立就是 這兩個兄弟一人怎麼樣 要分一半啊 結果我講白話一點 就是切一半啊 對吧 我們上次不是才證明過嗎 來你把它寫上去 算幾不等次等號成立的時候 我講白話一點 叫做切一半好不好 你一人要分一半 這個數學上有證明過 切一半 這時候會得到等號成立的結果 所以同學問你 2A加3B 一人切一半 來切一半 所以2A要等於3B 這兩個加起來是多少 36 那請問一人分一半 一人是分多少 18 就這樣子啊 對不對 一人分一半的時候 是會得到等號成立的結果嗎 我們上次不是講過嗎 對不對 算幾不等次等號成立的時候 就一人分一半啊 2A等於18 請問你 A等於多少 9啊 3B等於18 所以B等於多少 6啊 所以這個時候 A就等於多少 9 B就等於6 結束了 這種題目你就多做幾遍 你就熟了 我再強調一次 什麼時候會用到算幾不等次 109的同學看我這邊 在高中數學裡面 或者將來 你只要看到兩個正數 大於0 大於等於0的非負實數 給鄉家問鄉成 或者有時候顛倒過來 給鄉成問鄉家的最大或最小值 這種題目 十之八九 全部都是用算幾不等次 這樣懂不懂 這樣可以 OK 沒有問題 好 那算幾不等次就交完了 我們第一章解就結束囉 今天我要交第二章解 來翻到22A 我們接下來要交第二個單元 第二個單元 一個標題叫做4的運算 那這個4個運算 其實你們國中有學過所謂的 乘法公司對不對 我現在這堂課只有一個目的 來我教你們一個東西 找一個空白的位置把它寫上去 我要回底下這個東西 仔細聽喔 這一個例子超級宇宙無敵重要 我要從這個例子開始出發 好來 這例子給他五個讚 第一章學霍爾 今天這一招我告訴你 你應該這裡會學得不錯 來 我問同學 你會不會打開這個東西 S加2的幾次方 三次方 好 我們等一下來打開這個東西 來 請你把它寫上去喔 我等一下教你喔 最基本的方法 每個人都會 沒有人不會的 只要你有聽就會 來 S加2的三次方 請聽喔 我先問一個問題喔 同學 S加2的三次方是什麼意思 來 我問幾杯 S加2的三次方是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每一都